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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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Always do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 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全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 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总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ger and more 在你听完之说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我都知道 你慢点 让你用拐杖你又不用 你真把我当残局人 我用那玩意干什么 再说了 你不就是我那拐杖吗 你慢点 慢点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工具 对啊 发现你就是工具用的特别分手 换了还真实 别动 不行了 太短了 杨真真喜欢你 应该知道吧 其实我也喜欢她 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能不能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真真发展得这么好 我不能给她压力 废话这么多干什么呀 你喜欢就赶紧去追抱杨真真啊 我不能让我喜欢的女人 跟我过破烂不堪的生活 我也不能吃软饭 不是 你真这么想啊 我跟你说 我了解杨真真真 她不是那种女生 她又不是丽眼 她只是简简单单的淡淡淡淡 喜欢你这一个人 我也是简简单淡地喜欢她 但是她不图我 我不能不给她 我要让我爱的女人 过天底下最幸福的时候 我 你这就是直男癌的思想 害人害己呢 有吗 有 反正我不能害真真 反正你好好想想她 不能害她 你想想 我发现 你慢点 还是家里 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就是不知道 自己过得有多舒服 你看看我那地儿 你那地儿 你那地儿确实也还 要不这样吧 你搬到我这儿 除了做经纪人之外的工作呢 你在兼职一个家庭女佣怎么样 你只要照顾好我的生活 我不收你任何费用 你想得美 你以为做你经纪人 那是什么美差啊 还算家庭女佣 到时候一点自己的时间空间都没有 你慢点 那你来不来吗 我在那儿住挺好 就是有时候交不起房租 正事儿 你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开始要准备干活了 公司准备让晓鱼到你助理 行不行 你看着我嘴心 不行 不行 我现在每件事情越来越多 没有办法天天跟着你 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孙预期了 能不能别这样 我真的很烦她 烦她们说话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就算再烦我也要说 那你说 你有什么需求 需求 不想拍电影 不想拍电影 不想上真人秀 不行 我不想拍电影 我不想揭商演 只想做医院 那你不行 不 你这不行 那不行 那你问什么呀 我只是说你尽量提要求 然后我尽量满足你 那我不能说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满足你啊 还有公司的利益啊 你现在竟然想要控制我郑博煦 你有病吗 你脑子摔坏了吧 是要控制你 我是要打造你 把你打造成超一线的巨星 所以你以前的东西都不算了 现在才真正开始 你这就泡鬼灵了 你太逗了 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厉害了一下 不错 才华好音 真的很好听 真的 谢谢你 来 看看这个合同 是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你的 当然先说好了 违约部分还是有的 不过这个你可以放心 跟我们公司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我肯定相信常老师和您 我直接欠了 你的手 你的手 你出来不清我 你不不请我 你有带路 你有带路 你过去 买车 你出去 bet 好 那从现在起 你就说我们星空娱乐的 正式签约艺人了 欢迎你 余子润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合作愉快 肯定愉快 谢谢你 好好干子润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张老师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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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帮助 现在不说得了 这才只是开始了 前面还有很多未知的路 要有心理准备 我会努力的 加油 请进 签好了 签了 恭喜你 我们就要成为一家公司的同事了 你越来越像一个专业经纪人了 努力喽 我 我给你挑了一个小礼物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喜欢吗 好看吧 好看吧 好看 特别的好看 跟你特别的大 谢谢啊 怎么啦 杨真真啊 杨真真啊 就算是鱼子瑞送的 你也不需要每天都戴着吧 我昨天就没戴 你倒记得挺清楚的 怎么 是希望她能看到是吧 这 我就是觉得好看才呆的 那她要多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不过她如果实在要多想的话呢 我也不拒绝 瞧你这点花痴药 你小心点 别给别人压力太大 把她给吓跑了啊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还让我声哭呢 我也就是给点暗示而已 都已经很含蓄了 这此一时彼一时嘛 事情随时都在变化 什么意思啊 套女朋友了 你别想太多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啊 你也不想过 你现在已经是 灯红明星的经纪人了 那她会不会觉得 跟你在一块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压力 跟一点点的距离 当个经纪人叫上天呀 那她也太不了解我了 那不能指望每个人 都像我这样了解你吧 对吧 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她 是我们公司那大爷 她今儿要去公司 居然又闹出什么妖蛾子来 虽然我心里 已经做了十级的预案 十级的预警 顺其自然吧 我看你现在这样啊 还真的是把郑伯旭 当成心头肉了 明天就想她的事吧 相爱相杀 挺好的 相爱呢 是不可能的 相杀吧 也少不得 行行行 得了吧你 但是我倒是可以 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干嘛 你坐着我还没说完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那你跟郑伯旭 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平时可以不用长毛 其实你对她平时 撒个娇 卖个萌 发个点就好 好想我说两个人 走啦 娘真真 你这个人真的是 亏我平时对你老婆好 你说 你这有病的 我这有药的 是不是绝配啊 记得喝药 谢谢你 你还知道关心我呢 有女儿 还请你 请你 你卖个人 你 мог想做 女儿这个女儿 谢谢 去几层 28 谢谢 谢谢 小姐姐看看您的丝镜吧 谢谢 你会说中文呀 你穿这个呀 穿这个怎么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次发布会之后 你第一次去公司 能不能不要穿得这么 扎眼 攻击性有点强 你跟了我一段时间 没错审美是有点提高 但是你还到不了 能够指点我的地步 我就是歉意一下 你看上回无功的那事 你的确把公司搞得挺味道的 虽然你现在是大活全胜 衣锦还乡 那你能不能在她稍微 点点点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为什么要看别人脸色去 没有人让你活给谁看 但是你要是把 对粉丝的那个热情度拿出来 一点点给到同事分享的话 会不会好一些呢 他们不是我粉丝 虽然你每次回公司 都黑着个脸同事们都不说 但他们背后都会议论的 马上要分呀 我 对不认识的人都这样 行吧 随之间吧 你是爱你有理 颜值即是正义 就这个吧 你怎么越来越拍马屁 我只是说实话呀 像你长得这么帅的人 不过要是那个 态度在和善一修修的话 应该会接近完美吧 可惜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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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郑薄旭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平时可以不用戴帽 其实你对他平时撒个娇 买个萌 发个点 他经常说你这样也不对 那样也不对 可是每一次 他都按照你们的想法 你说的意愿你这样去做 小金早 先生姐早 许哥早 早 一级警报 一级警报 许哥来了 刚刚他居然跟我打招呼 吓死我了 许哥好了 许哥好 许哥来了 许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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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色配 他还看到没有 他刚才对我笑呢 赶紧发个朋友圈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这平时都不正眼看我了呢 今天怎么了这是 我不就他 我有点发 别发 好的 有段日子没见了 他 他发生什么了呀 完了 这一巴掌给我拍的 我要干什么吗 好 薄旭 这段时间你像坐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被媒体攻击 一会儿被封杀 现在又被媒体捧上天 感觉怎么样 早就习惯了 非常好 艺人嘛 本来就是生活在 舆论的风口浪尖 所以内心强大非常重要 但是要多一点正面的新闻 我无所谓 记住 你是商欲付出 而不是被媒体接近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点 然后进行大肆地宣传和炒作 我现在打算重新包装你的形象 所以近期 多让你接一些关于慈善 和社会公益相关的通告 媒体啊 不能得罪媒体 这么久了你还理解不了吗 我觉得马总的思路挺好的 其实这段时间你没有通告 给公司的收益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本来打算你出来之后呢 可以多接一些广告和活动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因为从长远上看 我打算把你打造成一个 顶级的艺人 然后我们再谈效应 可以事半功倍 杨真真 你对我的想法有意见吗 没有 我完全赞同 很好 紫睿 你更喜欢哪种风格 其实我觉得这都差不多 也是 有点和网络上那些歌手啊 演员区分不开 不过现在也不着急 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呢 才会对你的人物形象进行宣传 我现在考虑的是你的音乐风格 我听了你的那些歌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但是有一点 比较小众 常老师也跟我提过这个问题 不过正因为这样 你这几首歌辨识度很高 一旦被市场接受 你将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你怎么想 我还是想 能以创作歌手的身份出道 唱自己写的歌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 我可以再改改 先不着急修改 这件事情我回头跟陈总 还有常老师商量一下再说 还有你经纪人质方面呢 有玉红亲自带你 她在这方面呢 工作能力很强 我原本想把珍珍调过来帮你 她工作能力也很强 你们私交又好 我想配合起来 应该是非常有默契的 不过现在这摩虚又起来了 她还是得帮她 玉红会另外给你安排 一个执行经纪 好吧 子睿 你嗓音天富好 悟性又高 又是才华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加油 这个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帮你找的 一些有影响力的 慈善机构项目的汇总 我希望你多去参加一些 这样的项目 你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然后交给珍珍 让她去对接和安排 但是这个第一个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 这个呢 是非洲粮食筹款项目 他们想派一系列的 宣传和平面 打算让你和国际 新晋影星威维曼涵 一起合作 威维曼涵 你也不认识是吧 她呀一直拍一些 小众的文艺片 在国际的一些 小型电影节上 也得过奖 在中国其实没有 几个人知道她 不过最近 她担任了一个国际组织 NGO的中国区形象代言人 这个组织非常的庞大 很有能量 所以我希望咱们 可以跟她搞好关系 为咱们走进国际化 也可以铺一条道路 你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 发露她的轨迹 你也可以拍一些 小众的文艺片 然后没准 咱们在国际上得个奖 也可以提升 我们的艺术格调啊 还有啊 自从我接手你之后 我对公司之前 给你的企划宣传 非常的不满意 虽然咱们总上热搜 但都是负面新闻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艺人形象 总归是有影响的 还有你之前 那个经纪人孙宇齐 什么情况 带了你那么久 借通告是乱七八糟 引以为戒知道吗 前辈 又见面了 我也不想见到你呢 那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我也签了这家公司 以后恐怕是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过按前辈的 发展速度来讲 应该已经忘了 我是谁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咱们俩不是还在酒吧 干了一下吗 这个事啊 我已经忘了 还请前辈 多多指教 我不用指教你 你有什么要指教的 你找杨珍珍 那可太好了 珍珍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直接给你发脾气 对了 前辈 我非常地感谢你 拿着珍珍的手机 给我回危险 举手之狼啊 看来前辈最近很有时间 不知道 有没有写出什么新歌 或者说是 又帮哪个无名小卒 推广了件他的新作品 你说的这种情况 应该算是公益吧 正好我最近也想借一些 公益上的活动 毕竟啊 这个世界上 需要被人帮助的人 有很多 不能吝啬自己的爱心 那个我知道 你们好朋友一见面 就说不完的话 不过我们一会儿 还有赶时间 有通告 子雷 毕竟你先来 熟悉一下新环境 好 那我走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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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间变了 你有变化就不错了 我回头让他给你变回来 你这是怎么了 太快了 我也在变回来 简直比分数还快呀 这些资料回头要整理 分析一下的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故意瞒着我呢 什么呀 余子瑞尽着星空娱乐 你心里偷着乐呢 我早就知道了 还需要现在偷着乐啊 我只是觉得 这事跟你没关系 就没跟你说而已 那你现在跟他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私事 不需要你管 我就是在很正经地 关心我的经历人 我不能让你 因为感情上的事情分析 而耽误了工作呀 好 那我很正经地回答你 我现在全力以赴地 在以工作为中心 不会再考虑那些 阿尔尼斯情报 以工作为中心 就是说以我为中心 反正你一直都觉得自己 是全宇宙的中心 你能这么想我特别开心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以后有关于余子瑞的 第一动态 你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明白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因为我让你做 你就必须得做了 这看来余子瑞进庚瑟以后 自己觉得有一种 无形的压力了 担心人家成为你的对手呀 就他 那小挫子个儿 那身材 那长相 也没实力 你太看得起他了 谁希望你看得起了 只要杜总和常任老师 看得起就行了 那 那你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家很优秀 很有潜力 一定能成功 那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我下了眼了 拿什么拯救你这眼睛 没有眼光 你不要练太狠了 医生都说了 最近这段时间是初步恢复期 你资料看完了吗 看完了 我大概选了几个 有一个是关爱失学儿童的 只要半天时间还挺好的 正好你粉丝都比较低龄化 应该小孩还蛮喜欢你的 还有一个是探望自闭症 病人的 这个需要一天的时间 也还不错 还有一个 行了不用还有了 你自己订了 这么信任我啊 你是我经纪人 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啊 而且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干脆别干算了 好啊 那我自己订了 去吧 我先洗澡 然后你弄完了先走了 你自己注意点啊 知道啊 我就忘了忘了 我现在全力以赴的 在以工作为中心 我会再考虑那些 阿尼斯情报 以工作为中心 就是说以我为中心 这种意思 都觉得你是全力以赴的中心 谁需要你看得起来 只要杜总和常好 是看得起来的 那 那你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家很优秀 很有潜力 一定能成功 还没走呢 这边就走了 是我不想去揭穿的而已 你不装呢 一会儿要出去见人了 不是为了你啊 你这么话不行 你看你现在这个脸 缺一点颜色 知道吗 特别是你这两个腮帮 看起来很难看的 你喜欢哪个样色 算是无所谓 就你这个脸用什么都差不多 转过来 太漂亮了 你这个脸怎么这么多的油啊 你这个脸怎么这么多的油啊 忙完了没事吸吸油行不行 你看看吧 你这个脸吧 还是挺好像脸蛋 你这个脸蛋 你这个脸蛋 你就走过来 那儿你也才敢 dites 我好 下 不顾 你看有司机没啊 什么司机啊 就这两天老带的 没看见 奇怪了 明明放包里头 你说那玩意儿啊 就是你老天天挂脖子上 跟个抖像圈的那个一样 你到底看见没 没啊 我知道了 我早上看见一块布掉在了地上 我还已经是一块抹布 我就擦了擦皮鞋 然后呢 然后扔呢 扔了 是啊 别找了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不是把垃圾给顺便带走了吗 我抹布还给当绑呢 我去吧 我去吧 回了 怎么了 无间打抬的 我刚去了趟公司 收拾收拾了一下行李 然后跟大家合了最后一张礼 关门了 我们公司倒闭了 珍珍 我又失业了 珍珍 我可能又需要你养一段时间了 养 养 养 反正现在也不知道这交通组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但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尽客去找工作的 你怎么了 一进门就躺床上 说说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郑伯勋拿我的丝巾当擦鞋的 然后给我扔了 什么玩意儿 难怪呢 我是说今儿看你怎么怪怪的 想少一点东西 感觉是丝巾被丢了 那她知道这个是余子蕊送你的吗 我可能说是一朋友送的 你以为她傻呀 我就该跟她说那是我自己买的 那她也不会醒 像郑伯勋这样子的直男 典型的占有欲特别地强 她就希望把你身上其他男生的痕迹 统统抹掉 把你变成她的专属品 这个才叫相爱相杀 我告诉你 现在除了干负意外 我根本一眼都不想多看她 但是我倒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她喜欢你了 什么下车 你这话别说咋了 小心到时候打脸呢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这郑伯勋这样的高富帅 当红歌手万里挑一的 就算对我有那么点意思也是 脑子一热身边空虚寂寞了 但凡这新鲜劲儿一过呀 痴病还认不认识我 不错呀 珍珍 变聪明了哈 我是傻 可我没那么傻 所有人都拿她当吉祥物 只有我不知道 她是个不祥物 她现在那是身边没人 我可不想当那空窗戏的填充女 你填充她 她也可以填充你呀 她又要我痒了 又要我痒了 又要我痒了 不要 我看你今天这工作 丢了也没觉得心情不好 谁说的 我心情可差了 反正我觉得我之后可能再遇不到 这么好的老板 气氛这么好的公司 不过我们公司最近在给余子泪招助理 你们俩又手又不用磨合的 可以去试试啊 真的啊 好呀好呀 我觉得这个植物简直就是为我良生定做的 想不到上天给我关上了一扇窗 反倒给我开了一扇门 那珍珍 这件事情就说定了啊 那你帮我去说一下啊 你求求我 我去帮你约面试 我们俩关心这么好还需要求嘛 你就是我的心余神 那你想好了啊 进我们公司以后 天天都能看见那在心正博许 那我也愿意呀 勉强答应了 你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啊 太难看了吧 这杨珍珍不会在背后骂着我呢吧 他只能像回来 你这么快马上走 我跳过来 我看到我 他在心里的颜色 你知道吗 我呢 想着你 我看你 我 我 很想 我 我 我 杨借 杨借 你们怎么来了 不收好不用送的吗 我这个人 实在不适应送别的场合 怎么可能不送啊 都是朋友 剑哥 好了 既然来了 咱们打个赌吧 就赌你余子睿 多久可以出道 小雄 你也猜一下 你说子睿多久可以哄 你先说 我猜 用不了一年吧 余子睿 肯定会出现在 国内的流行乐团上 那你猜一年 我就猜两年 红不红这事还得看运气 我保守一点 用不了那么久 我可是听说 星空娱乐把你当个宝 一直特别看好你 要不是我在中间插了一脚 没准你早跟他们签约了 这样说来 还是我耽误了你 子睿 别怪我 剑哥 你没有任何对不起我 在怒放的这段日子 我从你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有用就好 记着 不论别人说什么 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剑哥 我 好了 从今天开始呢 我把我的梦想 也放在你的身上 你就捎带手 一起实现了吧 你现在有了更好的平台 更专业的合作伙伴 最要紧的就是 在足劲儿 想清楚 我在美国会祝福你的 剑哥 走吧 师傅 杨健就这么走了 总感觉现在心里空荡荡的 交朋友就得交剑哥这样的朋友 我们两个是知己 你心情还好吧 但是 弄放这头花就这么谢了 确实挺可惜的 好 有件事啊 我还一直想八卦一下 没来得及问他呢 你说 剑哥他结婚了没有 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哪知道 你不知道 好吧 我还想问问呢 你说这杨健这个人也挺好的 只是做男朋友的话 确实差了点 他就只会造钱 不会赚钱 至于不小心 就把家底给败光了 怎么办 所以找男朋友的 还是要找一个有前途 靠谱的 还挺八卦的 你不会平时跟珍珍在一起 聊这些有的没的吧 那我们两个女孩住在一起 总得聊聊天什么的吧 你别吓到了 珍珍跟我不一样 她没我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她呢就只想着工作 满脑子都是工作 跟你有点儿像 对了 珍珍说星空娱乐要给你招助理 要给你招助理 准备推荐我去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当助理太驱惨了吧 你看你在东方干的 也都是一些总管的活 这有什么呀 在哪儿干不是干 再说了 星空娱乐是家大公司 自己也挺好的 而且我跟你也挺熟的 也不需要再磨合了 你觉得呢 我没问题啊 只要你过了公司内关就行了 那行 那我请珍珍跟经纪总监 推荐一下 好啊 不过我现在想想 我们三个人 如果都在同一家公司的话 那这每天不是太开心了 这么想想心情好多了 你待会儿干吗去啊 要不然我们找珍珍吃饭去吧 饭就不吃了 我约了常老师连生 也对 这刚进公司是得努力点 那你去吧 加油 星空娱乐是家大公司 会有发展 他也把梦想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我必须全了衣服 好 珍珍 你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为什么啊 第一 你很久没有过来了 第二 我很久没有见过你这么高兴了 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呢 脸上会发光 你这亮的哟 我呢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职场女性 所以我只是因为最近工作比较顺心啦 好啊 经纪人开始上道了 反正没有翻车 那你那个不是你男朋友 现在怎么样 他签我们公司啦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应该很快就能出道了 怪不得你那么精神哪 跟他没关系啦 是我带的那一个 郑伯旭 他最近还蛮给力的 就是那个总是给你添堵那个 添堵还是添啊 那我找到了疏通的办法嘛 虽然他很拽 但越来越听话啦 你什么时候带他的歌来听听啊 好啊 那你们不是不听中文歌的吗 西餐吃多了 偶尔吃是中餐嘛 郭爷 跟你商量个事呗 你看 你这儿有好几盘都挺特别的碟子 能不能借我听一下 干吗 这 其实是给郑伯旭听啦 我想帮助自己的艺人快点找到 他的音乐定位 经纪人都画出来了 挺靠谱 那就答应啦 不借 这是我的宝贝 不能外借 那 你告诉我他的名称专辑名字 还有那个歌手名座自己去买 关键是现在买不到了 这个呢就是我三十年来 从世界各地逃回来的 他们也不出了 所以你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不外借啊 嗯 嗯 嗯 小气味 对我说谎 没很隐藏 都不重要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如何面对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世界 好久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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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从前你的忆了 我只想你的双手一直让我抓住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忆虑 可现在能做的 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要你紧紧的拥抱 为什么碰不到 永远对不了